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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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呢 其实汉代是当时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因为有了汉代 所以才有了汉族 汉语 汉夫式以及汉文化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汉花巷砖的一个前面 张老师 这个汉花巷砖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砖是非常紧贵 08年中央展示台国博档案 海外希摩拉姆在法国陕路区博物馆 他又唱了17件汉花巷砖 其中这一件非常紧贵 这个一个是你看 缝 笼 笼 笔屋角量 色炉和蟹龟 这个团案非常紧贵 这个汉代社会 这个凤龙代表龙捧成像的意思 笼屋角量 汉代社会 冲屋上鹰鹰之气 笼屋 抖手 刀手可见 掌先 鹰鹰之气 所以这个是你看 包括色炉 包括蟹龟 为什么蟹龟看踏片更清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汉花巷砖的一个踏片 我讲什么叫踏片 把愿物踏影的这上就叫踏片 它有四个开店 第一是中国都有 外国没有 第二 它们愿物更能清晰地翻译食物的奔饱 第三 它是下真理一针的文物 因为范之锦 国际博物馆的文物 松代以前的文物都不让这边踏影的 所以说它非常踏片 非常珍贵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踏片上描写的故事 其实是非常多的 有龙有缝 还有比武的一些场景 其实都是当时汉代的时候 就把这些场景然后给刻在了砖上 对 汉花相当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包括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这个汉代的生产生化 历史故事 生化产所 吉祥图案 可以说是汉代人头像标签的历史 展现的历史 相当于记录了汉代历史的整个发展历程 和一个社会习俗在里面 通常是这样标筑化和相对的 于是汉代和社会的贤情的北科全书 第二 是从教化作人的古代养班 第三 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 第四 是阳春白雪 夏里白天共上之屋 第五 是春水亮天年的伟大长造 所以这样称赞汉代的花相砖 你们那这些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汉花相砖的体积大小 其实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砖不是很一样 它的体积是偏大的 其实这个汉花相砖的主要用处 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哪些呢 它的建筑构简 主要用在四个方面 一是宫殿 第二是赤塘 第三是耗炖 第一是墨炸 这个所以说 当时为啥生产空天大转呢 因为空天大转呀 它有这个四大好处 第一是节约泳菜 第二是反动轻便 第三是便于少止 它的气体和水费 从窟窿窟窿来抛出来 不至于少暴力少扁性 第一是给人给手暴暖 所以说我们的祖像非常聪明 在春天战国后期 都生产了这样的空心大转 它是积国悬念图高温少止 坚荧如铁 完后就是铁转 那其实相当于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有这个汉花巷砖的历史 一直到两汉的时候 才达到了比较兴盛的一个事件砖 在两汉达到军风 行行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看到我们的馆里面 大约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汉花巷砖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树形的 那这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横行的一个汉花巷砖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细节 等会我们会通过踏片 来给大家做具体的展示 这个砖非常漂亮 也非常珍贵 对 这一面正面是 我们研究是叫 这个田地任何 外面叫马岛冲工 咱们看踏片更清楚了 你看这个踏片 不但照相生度 而且意义非常美好 弄在田代表田 弧在达地代表地 这是任叫田地任 这三个与比 还得三个意思 第一 它的愿性的有田园地方代表田 第二 代表太阳 光芒满掌 第三 它的愿性的 有和谐圆满 成功于迹象之一 所以说这个转角 田地任何 田地任何 田地任何意 是中国传统民活的精髓 相当于其实古代的工匠 已经把自己的一些愿望 或者一些社会生活场景 全部表现在这个汉砖上面 是的 刚才看到的这个是正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 这块汉砖的背面了 应该 这个背面 这个叫马道成功 马道成功 中间是个手持盾派的壮士 两边两个建筑叫汉瘸 瘸是大门瓦的大门 它是汉在的标志性建筑 通畅 宫党 宫典 庙堂 这个 这个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 用于现实门底和全国 这个其实在我们看到的很多 和汉代有关的电人具里面 像这一个在电人具里面比较显现 一些宫典啊 一些官员的家里面 可能门前都会有 对 是的 标志性的建筑 那刚才我们在门口 其实看到了一个迟钝里啊 那个迟钝里是竖着放的 这一个是横行放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是这样的 如果余地啊 大藏余地 一般是竖着放的 横着放是一种 含着一种利益 横着放的时候是一种利益 然后树着放就是 打仗的时候 有一种防御的在里面 所以这个大片 你看这四棵长青树 参差期间 原型的代表长青树 长青树 于是温定和积极想长 你想着 树根想长杂 想长杂叫温定 想长杂叫积极想长 于是非常好 两匹妈 于是长头奔破了来 你看一匹妈 到位以后低头休息 这台非常魅力 一匹妈 到位以后 阳天畅销 以为马道成功 韩话都非常美好的语意 你看刚才这个叫 田地任何 这个叫马道成功 这样的塔片 曾经被作为国立 送给外国政要 青龙有一年呀 这个日美国经商器材 岛省鹤府 到青岛的江说 青岛送的也是这个塔片 上面写个 苏法家写个田地鹤衣 所以说 岛省鹤府 说到塔片 我入化金包 非常高兴 其实相当于 汉砖在古代的时候 不仅能够作为 记录历史的一种载体 在现代呢 也被作为一种文物展示 或者作为一种 国理去赠送给国家 有人让他们来了解 我们汉台的历史 是的 行 那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块汉砖上面 都有它独特的历史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塑像前 那这个塑像的人物 可以让大家先猜一下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人物的造型 特别的逼真 不管是从服饰 还是从整体的一个 衣装造型 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来看 都特别的精致 我们往这边走一下 这边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好 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他呢 其实呢 是汉代的原皇帝 也是汉代的开国皇帝 参刀祖刘邦 这个人物的形象呢 是我们根据呢 史书对于邦邦的记载 作为一个归雕复原的人像 司马天的史记呢 对于刘邦的描述呢 是说刀祖为人 龙转而龙颜 也虚然有72黑子 意思就是说刘邦这个人呢 他长得呢 是一种龙的样貌 皇家贵族之气 而且鼻子呢 还是特别的高大 挺有在脸上 还有一脸十分跳的胡须 左腿呢 是有72颗黑质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服饰呢 就是绑住了 看不到刘邦 捅他的这个质量 行 稍微 那我们就 那这个先讲到这 因为可能这一块的信号 不是很好 那我们就 继续的往前走 现在我介绍就是 这个转 这个转是四川转 哎呦 我们来看一下 出土在四川的一个 出土在四川转 这个内容是叫 岩局图 新婚眼了的岩 岩局图 那我们看到这个 应该就是 这块砖的踏片 对 这个叫踏片 看踏片更清楚 一对小夫妻 刚刚结婚 在家里面 激烈地坐 拥抱着一起 亲切的交谈 两个佣人 给他闪闪着 喊得叫便面 他们早样 抱着一起 在交谈 胖若无认 我引用韩带 收一出诗歌 赞颂他 叫 结发为夫妻 结发为夫妻 恩爱良不一 恩爱良不一 欢愉在今夕 欢愉在今夕 最美好的一种祝福 祝福和赞预 那其实刚才您讲的 这块汉砖是出土于四川 那其实我们馆里面的 这些汉砖 都是从全国的 主要集中哪些地方 给收藏过来的呢 全国好多地方 都有花香砖 最要参与于是河南 第一次四川 山西山西 还有江泽一载都有 都具有代表性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个还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 有树形的 有横形的 那这个我们看到 有一个是柱形的 一个汉花香砖 好 我讲你这个砖 这个砖是个柱子砖 一边一个图像 它是什么的 是最终的闷身 一个叫冲净 一个叫霞语 最终的闷身 就像在门两边的柱子一样 是的 柱子两个 一个叫冲净 一个叫霞语 看着渗透于力 都是寒带 这个过去的魅神 好 这个那个老师说是 等一会儿会去那个地方讲 那其实像我们这个 整个您在收藏过程中 大约有收藏了多少件的 这个汉花香砖呢 我收藏又收藏 距今37年了 37年 大概有 好几前件吧 似乎前件 汉花香砖 这个你看 这是磁顿礼 这个刚才和我们在门口看的 就是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一个 磁顿礼的那个应该是 那是一个造型 是的 就是一定要特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 刚刚我们视频直播开始的时候呢 看到的一个磁顿礼的一个造型 也就是依靠 就这根线 在那标签的非常强 把中国标签的非常深度 这个是持节礼 持节礼 持吉礼 持吉礼 第一是种仪展 如果有问 我们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 如果网友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针对于汉花香砖 或者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问 想要提问我们张老师的话 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下面 给我们评论啊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 汉花香砖的一个前面 看的是一个 在历史讲述上 应该是比较有故事的 画面很丰富 对 它上面呢 体现的是当时呢 汉代人正在玩杂技 杂耍的一个场景 叫做平索西车图 我们就看这个画像的左侧呢 是出现了马车 在马车上面呢 分别是竖起了高高的杆子 有的人是在杆子上面攀爬倒立 还有直接坐在杆子上面 玩杂耍的一个场景 在画像中央呢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座拱桥 在拱桥之上呢 是出现了车马出行的队伍 而且咱们是一边在桥上行走 一边呢 在杆子上面玩杂耍 咱们现在呢 在画像当中看到这种杂技 在咱们现在 是完全失传了 实在也没有出现过 是体现了当时呢 恨战人玩杂技高超的一个场景 平索西车图 平索西车图 其实我们在这幅图上可以生动地看得出来 有远远杂耍的 然后有桥 还有一个马车从上面经过 其实可以看到当时的工匠在雕刻的时候 或者雕刻模具的时候 是特别的精致的 做工还是非常精细的 那我们继续听说这背面还有一幅 背面这一件画像砖呢 也是属于咱们国家一级文物 刚才前面那一件也是 上面的图案呢 叫做四水捞顶 四水捞顶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 是出现了一个顶 我们正在捞这个顶 顶在古代呢 它代表的是权力皇权的这样的一种象征 当时传说呢 是中天祖 它曾筑了九个顶 分别呢是投到四水河里面去了 其中有一个顶特别的神奇 它是自动的从水底浮起来 浮于水面之上了 新世皇东巡的时候呢 来到四水这个地方 他听闻这件事情 觉得特别的神奇 就想派人呢 把这个顶捞出来 来巩固自己的皇权 我们可以看上面呢 就是大家齐心协力 正在这里捞顶时候的一幅长角 那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从这幅画上 可以看到就很多的一个 里面一个人物和场景 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面描写的都是什么吗 我们看这旁边呢 这些人拉着绳子 正在这里呢捞顶 然后下面呢 也是有人乘着船 正准备在这里 把顶呢是拖上去 而且在水里呢 水里我们刚才看 有一条鱼的造型 叫大鱼的造型 因为这个顶最终呢 秦始皇是没有把它捞出来的 当时在捞到一半的时候呢 是有一条鱼 它跃出水面 幻化成龙 将捞顶的这个绳子就断断了 最终的是使这个顶呢 沉于水下 秦始皇也是没有 它捞出来 是体现了秦始皇后期 实行的是一种残暴的统治 就不得民心 所以上天不让他 把顶捞出来 这样一个用意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 这条鱼呢 代表的是龙的形象 因为古人认为呢 龙和鱼呢 是一种父子的关系 他们认为鲤鱼越过龙门以后 就变成了龙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由鱼来代表的龙 越出水面 汉化成龙了 其实我们看到在汉代的这个汉化像砖的制作过程中 马车的整体造型 以及人物的造型 特别的栩栩如生 而且这边有一只正在 正在这个上面飞翔的凤凰啊 寓意还是非常好的 嗯 行 您是当时是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转啊 这个转是印象刻画的画像转 它是巅性的一个绝人形象 你看 绝人形 一个绝人的形象 你看这个绝人是 呃 刺个刺激啊 身穿战炮啊 摇垮包剑啊 穿高跟战学 你看妙标性 新活杂念是巅性的绝人形象啊 那他这幅画一般是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会会把这一块 会造这一块砖的造型的 是用在宫殿呀 还是说私人住宅上面 这个一般是就 包括宫殿呀 呃 刺烫和亚瑟 摩掌里面 都会用它 就是决定展刚旁选 收获的意思 好 明白了 嗯 这个我刚刚讲 这个这个转啊 非常漂亮啊 这叫建谷游屋 什么叫建谷 中央人家跟住者搞搞这些类国家建谷 两边两个武器收纳双翠 一边击打 一边跳舞 动作脚强领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刚才张老师讲的 像中间这一个是中间这个谷 然后两边的这个人物是手持剑 然后去击打这个谷 嗯 像旁边是有约的板走半屋 他们是在各种太平城市 各种命军 都知道 汉代是中华民族枪声的起点 就这个图案还有一个故事 被当时赫南生 一个韩法专家 走岛先生 也是我的老师 提前给赫南生 跟我团 配了个节目叫大汉凶风 啊 这个节目会得 90年 文化部占颜 文化部占颜一顿将 那其实像这一幅汉砖呢 就描写了当时一个 艳影的一个场景 对 有有有奏乐的呀 有一些有一些旁边的 其实我们看到在右边 因为我刚才您讲到的 就代表它可能观职的 一个一个象征 对 一个一个 是的 这边 手里将近这个砖 那个 工博物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左边是吗 我给大家指一下 中间呢 是有两个人在那里跳舞 对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人在跳舞 这种舞蹈呢叫做双人舞 也被叫做公墨舞 这种舞蹈 它是取自于刘邦和项羽的 鸿门燕的故事 然后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鸿门燕上呢 是项庄舞剑 玉杀佩弓 项搏剑状呢 也是连忙的起舞 并且呢 他是不断以自己宽大的袖子 在遮挡刘邦 保护刘邦 而且小声的呢 对项庄说 公墨 公墨 一切都是主公 你不要这样去做的意思 后人呢 也是根据这个故事 来创立这种舞蹈 在汉话当中 常见有一个人呢 是手持宝剑起舞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右边这个人 对面这个人呢 是持金 比他这些队伍 也是反映出了 当时红燕像的刀光剑影 这样的一种场景 对 其实看 我们刚才看见了 公墨舞 有刀剑舞 那刚才我们在 我们的右侧啊 看到了也是有一个人物造型 还是 它表现的应该像 我们刚才昨天叫的 应该是长袖舞 对 长袖舞 我们看袖舞特别的长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猜一下 这个啊 是描 这个人物造型 是中国古代的 四大美女之一 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帮我拿一下这个啊 可以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人物造型 描写的到底是古代的 哪一个 哪一个美女呢 应该是 王 王昭君 我们可以 给大家细致展示一下细节 不管是从服饰 还是从人物造型上 都特别的逼真 栩栩如生 那他的这个舞 其实在古代和刚才那两个舞 有什么区别 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 他的一个 锈子 对 水锈还是特别长的 他这个舞蹈 应该就是在一些 大型的宴会上 一些宫殿的一些宴会上 来去表演的 对吗 而且呢 我们看 他因为锈子特别的长 他手里呢 也没有办法拿这点东西了 对 他是平定了自己这个 长成锈子的 一个交恒的飞舞 各种姿势 来表达 当时自己内心里的思想感情 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刚刚看到 或者呢 是手持宝剑这样的跳舞 平定袖子 像这一副上面呢 也有长锈舞 这是剑菇 这是长锈舞 像刚才这样 这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 长锈舞的一个 汉砖的一个造型 但是上面 我们可以看它整体的 一个汉砖的一个造型 他菇 长锈舞 西盘菇 因为其实当时 在汉代的时候 还没有纸张 当时我们的工匠 当时我们的工匠 就是把这些生活场景 然后把这些 有历史背景的 这些故事 全部刻在砖上 来做一些记载 这是我们非常悠性的 我们先明明 把当时的生活场景 方方面面 各记录在 砖上 石头上 才能得以保存到现在 如果画的 当时没有滞涨 现在像 如果画的至上 现在也必定有了 因为这时候前年 卷才八百年 所以画的石头上 才能保存到现在 非常非常精确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 其实这些砖都已经保存了 就上千年的历史 其实到现在看 依然上面的造型 还是非常地逼真 其实相当于 从选材到制作 这个工艺 还是非常精致 还是非常精湛的 过去是精选念头 设计的念头 高温手指 坚硬如铁 就这个工艺 还是比较复杂 是的 过去的工匠 是作业练练 功力无极 一辈子甚至做 一件事 不得做到极致 其实现在我们所提倡的 工匠也是这样 把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 然后做得很完美 现在不就提到 工匠经 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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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我们看到上面 这一幅踏片 第一层 仔细地看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 学到了一个知识 叫做南庚女支 南庚女支的场景 在里面 对 我们看男主员 这里推着 你们在外面 家里 外面耕地 上面的时候 对 上面第一层 旁边的 她在家里 妻子在家里织布了 也就是当时 反映了铁具 已经在汉代 已经使用到 农耕之上了 而且是反映了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自然的分工方式 南庚女支 和农耕图 其实我们来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非常惊奇地发现 然后在我们这个 两边的木布上 有一个投影 这个投影可以 非常生动地 来展现出 应该就是我们 汉砖上面的一些造型 包括讲的一些历史世界 我们可以给大家 做一下具体的 我们这个投影 我们这个是 是一个木布 然后头盗在上面的是 就是汉砖上的一些造型 然后那现在 正在表演的 应该就是后面 刚才王道军的 一个造型 长袖舞 然后中间呢 也是刚刚我们看到过的 汉雀 是反正地位 这样的一个 对 汉雀的高低 应该就是能代表 当时拥有这个 汉雀建筑的 然后他这个人的 一个地位了 对 然后我们 左边那个造型 左边正在走动的 应该就是 车马 车马 车马出行图 其实在这上面 更加能够生动地 展现出 汉花山砖的 独特魅力 也能够反映出 当时汉代历史的 一个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 马车 正在往前行走 行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 这个汉花山砖 特别的有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有一个 玉壁的形状 原型的玉壁 它其实是反映了 代表了古人 对于自己完美一生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一个祈愿 中间这个玉壁 我们看到两条龙 是分别穿过 这样的一个玉壁 象征的两条龙 正在玉壁里面 交配 也是古人想要 子孙昌盛 多子多孙的 这样的一个祝愿 而且古人他就想了 不仅要多子多孙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 要像熊一样 十分的肝胆 我们看右上角 是一只熊 是一只熊 你人画的熊 下面是一只牛 就有牛一样的品格 十分的坚韧 左边是有一只老虎 要像老虎一样 十分的勇敢 最后要羽化生仙 变成神仙了 左上角是一位 手中持有灵芝草的 仙人的形象 其实我们看到的 汉花象砖 不仅他记载了 当时的历史发展 同时他表现了 刻画这个砖的 工匠艺人 对自己子女 或对整个家族的 一种期望 有很多美好奇缘 包括神话人物 在砖上也有体现 对 那在我们来之前 我们就听说 在这个汉花象砖博物馆 有一个汉花象砖 特别的神奇 这个我们就要请 我们的张老师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个汉花象砖的前面 这个我讲一下 我是在28年前 现在说起来 30年了 这个砖是28年前 我收藏了个砖的下部 下半部 我一看上面写一个 万千的万 我非常高兴 28年以后 也就是千年 是28年以后 一个朋友 又送了一些砖 我的工作人员 一看 这个砖和那个砖 想想 就找啊找 终于找到下半届 往起一发 这个砖 合在了一起 合在一起 合比了 就我68年 找到一起合比了 咱们看他片 现在我们再具体展示一下 就刚才张老师讲了 就是在28年之前 先是收藏的下半部分的 这个汉花象砖 然后28年之后 其实有一个朋友 送过来一块汉花象砖 结果发现它是一个整体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它的大便前 更加细致的来看一下 结果原来就这个 下半部分收藏的时候 我一看半 千年半 超级的 我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上半 上半截到流之后 我一起一发 深切地出现了四个字 什么那四个字呢 日入千万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四个日入千万 但是当时 这块汉花象砖 刚来的时候 只有下面这一个万字 对 是的 日入千万 日定斗金 是寒带 最美好的财富机遇啊 通过这个专业收藏 我终结了 收藏花象砖 有四个优 第一是要有烟 烟光和烟石 第二要有钱 这花象砖 越来越鬼 没有钱 肯定是不行 收藏 第三要有单 单量的单 该出收就出收 不出收 就是留下 擦肩 如果的遗憾 第一次要有怨 我是个决人 这些决人 我不行圣 不行归 我行缘粉 收藏 也是个缘粉 我好多转 你看 特别是 好多转都是 山收藏了半截转 以后若干年后 又来了半截转 这个转特别的 尤其是这个转 是个28年呀 是非常顺趣的 对 其实我们在这个 砖上看到了 很多的元素 然后这个元素 是可能我们比较熟悉 就是在很多 我们去一些 古宅 去玩的时候 这个是在门上的一个造型 门把手的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很多 那个砖上都有这个造型 这个我想讲 这个叫扑手相换 什么叫扑手呢 国家我们的闲人 把套铁是一种 贪吃的雄狮 用脏的粗白精硬 用他的头 所以扑手挂在门上 有震在鼻血作用 而且把他 把他臂上传个换 叫他能够听话 防止他的贪欲在里面 放着实际是 将来可以变于 开门关门和桥门 所以很有意思的 然后这里面 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这个造型 应该和古代的钱币 还是很相似的 这是铅笔门 铅笔门 你看这是这个 这是铅笔门 这是这个 太阳妙 其实我们通过这幅画像中 其实刚刚就是 光看这个日入万金 日入千万的话 还不是很理解这个汉花像中的真正的意义 但是我们通过汉花像中的钱币造型 太阳鸟的造型 就能感受到当时的商人 其实对于金钱的一个崇拜 他希望能够 希望自己的家族 或希望自己的生意 能够能够做到越来越好的一种 一种希望在里面 是的 就这个台片呀 其中就来参观的 美国芝加哥 来了不少商人 美国芝加哥来了很多商人 很多商人 他们看了这个 这个转之后 听了这个故事 他们每个人 都套500美元 买了一张塔片 并且都和他找花像 说中国的汉花像砖太好了 有很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中国的故事太美了 非常喜欢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汉花像砖是张老师 28年的时间 其实才 才使这个汉花像砖变得更加完整 那张老师 您刚才也讲到了 您的收藏 收藏时间也已经有将近40年的时间了 对 那您的 从最开始收藏的时候 应该是大约什么时候 80年 那是 比如说我在什么状态的时候 当时普遍 大家都不太重视 认识花像这样 不能当成垃圾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汉花像这样很有特点 像个 里面是黑色的 这个是我在发现的时候 我是在30年前发现的时候 老百姓当烟囱 在老百姓的家里面 当烟囱使用 当烟囱使用 听说的 这都少了15年 这时候我饮了一瓶屋 你看突然非常紧微 它这么少了15年 差点给它消费了 当时我发现就给它收藏了 我们的观众可以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里面都是黑色的 就是当时我们的村民或老百姓 当时在家里面 把它当成个烟囱使用 日积月累里面已经被熏黑了 让我们看一下上面的造型 这边有点模糊了 嗯 有点模糊了 好 这个砖呀 我发现的时候 老百姓放在大门外面 当凳子座 当凳子座 因为上面都有高高的鲁钉 有根屁股 它都不在瞧 你看上了一个 上了一个鲁钉 这个地方 它都不在瞧瞧了 有根屁股 其实相当于 现在我们所收藏到的汉花像砖 它的使用场景 其实有很多 但是现在我们去收藏的时候 发现它都在家里面的 老百姓家里面很多地方 比如说烟囱 比如说作为凳子呀 或者说 那个羊圈里面呀 就很多的 他们都 就不把它们当成文物去看 就手坏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前年就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和华强的偶语 是在80年 我当团餐不当的时候 在了布地坊地方修公路 发现老百姓 见了很多转和石头 坡在路上扎水当普鲁士 其实这个相当于 也是您当时想保护汉花像砖的一个初衷 当时我虽然不懂 不懂转它的价值 但是我去学生出身 我知道呢 是有拖案 有问质 肯定有历史 它的问物不可再生 我劝他们不让扎 所以说第一次 我都收藏了18件万针的花像砖 当时老百姓不懂 当时垃圾得带 有些论词试用 其实眼泪员 想扎水 普鲁 甚至五块钱一般车 够灰天 炸水灰天 所以当时收藏 别人都不一定 你怎么收藏 这点垃圾干什么 但是您这一坚持 坚持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看到这么多 丰富多彩的汉花像砖 咱们看这些砖 花像砖 这很带有色色 因为花像砖原来都带有色色 和兵马俑一样的 和兵马俑一样 它是有多彩色的 都带有色色 时间长出头像砖的养法 陀螺了 我这地方保存了 其实也在彩色的汉花像砖 非常珍贵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汉花像砖上的颜色 到现在其实还是非常逼真的 对 画得非常清楚 对 其实刚才张老师也跟我们讲到了 自己从80年代开始收藏 汉花像砖到现在 也就将近40多年的时间 这40多年的时间 经过了很多的坎坷 但是就是因为坚持 因为这种降薪存在 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博物馆里面 这么多的藏品在里面 这边是我们增加互动性的乐性 我们的东西铁触摸屏 因为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反光 好 那我们往上面看一下 你想了解脸藏 你就可以点击它 比如说我们来点击这一块 点击个 它就会给它 有那个 第一灯光照亮 第二它会有土文介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出土地 还是我的老家 在河南浮沟 这个我讲一讲 这个涩 两只涩 两条涩 涩本来是看着害怕 令人省眼的 对 它是韩带 人把这涩画得非常漂亮 它是相当于一种生命的 像这蛮有的 我说你的想象吗 把两条涩画得一起 两条涩 涩涩涩响得好强的 切切 自于千切的交叹 涩涩涩涩的一起 形成了梅花瓣 看着那么可亲可爱 那么漂亮 对 那这个双蛇的话 其实应该当时还和福西 和女娲的当地的一些文化有关系 对 因为出土在河南浮沟的话 像那个 像淮阳是太浩灵 像西华是女娲故里 像它都和 应该它的出土地 都和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有关联 对 是的 你想这个 包括前面呢 也是有这个 四灵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四灵有青龙 白虎 猪雀和玄武 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的四龙神兽 而且我们可以看 这个玄武呢 它是形式如乌龟 对 但是它的头呢 是像蛇一样 也是龟蛇合体的 它是不过这下情形 对 很像蛇一样 而且是有蛇鳞在身上 玄武 白鸟之王 猪雀 猪雀 白虎 青龙 代表东西南北 古人十分崇拜的四种神兽 对 在画像砖上 也是多次的出现 其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砖 还是都挺大的 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砖 上面的人物造型 更加的逼端 更加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牛吧 上面这些图案 就是人工手速 人工手速捏出来的 就是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一件 它就是捏的再种相似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一些人物的形象 行 那我们看就往前走了 而且我们看前面的这一件 它呢是跟08年北京奥运会 这个舞动和中国 应是十分相似的 我们可以看旁边这个 我们可以看左边这个汉花像砖 它的造型 其实和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舞动和京的造型 非常相像的 因为当时这个汉花的设计 就是曾来到我们博物馆 你可以说是从这一件 画像砖当中找错了灵感 我们看它不仅呢 是十分的神似 而且特别的形色 反应过道路来 就是一个奔跑的 一个舞动和中国 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会觉得汉砖离我们太遥远了 可能很多人都 都对汉砖的认知不是很够 那我们其实从刚才所看到 大概2008年呢 跳动的京 它的设计是就是当 据说当时是来到我们博物馆 看完之后 从这个汉花像砖里面 吸取了一些灵感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汉花像砖的 什么造型 但是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那它的这个做工 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 一个应该是模拟馆 前面就是古代之砖的 一个情景在见了 在我们手边 首先看到这左套 就是第一步 刻画模具 模具上面呢 是图案文字的 这个模具一般都是木质的 木质的 对木质的 到第二步呢 我们要选择适合烧砖淘土 而不是一般随便的 你都可以来制砖的 要精选淘土 然后呢 它制作一个空心的砖胚 它决定了这个砖的形状 长方形方形 或者其他形式 都要在砖胚里面进行完成 到了下面这一步呢 这个砖制作好了以后呢 就用到我们刚刚第一步刻画的模具 在上面呢 依次压印各种各样的图案 对那其实第三步 就我能不能理解为 就像刚才我们走过的 很多的汉花像专 不同的造型 应该就取决于第三步 就是它具体做出什么的一个 专配的造型 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位师傅 他可能对这个汉花像专 一个造型在里面 然后下面呢 就是模具的上面 开始压印这个图案了 有一些呢 是小模具排列组合压印上去了 有一些呢 是整个模具完整的 就是那么大 依次压印上去了一个图案 修饰一下以后呢 最终呢 放到窑里面呢 去烧制 可以说每一件画像专 都是一根高能烧制 每一件都是坚硬的铁 十分之间坚硬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汉花像专 不但经过了历史的洗礼 同样它是经过了 很多的一个工匠 艺人的手里 手里的一个环节 最后才达到 我们所最后看到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厅 还是非常有历史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 都在大力的提倡一带一路 那古丝绸之路上 其实不单是贸易的往来 更是文化的一个交流 不单促进了东西方 经济贸易的一个交流 更加的是让东西方的一个文化 相互一个交流 才能词面在里面 我就是这个场馆的主题 是思路记忆 思路记忆 一带一路一个例证 体现了中西方的通过 丝绸之路 经济文化贸易之间的一个往来 在砖上的这种交流 也是有所体现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踏片 它的下方 手里拿着小花伞的少女的形象 对这些花伞 其实我们感觉有点像 其实现在欧洲的 有一些贵族 他们平时在参加一些晚宴的时候 所使用 对打了一个小赞 他们的这个服饰 你可以看是一个 连衣大摆的一个长裙 蓬蓬裙 而且也是十八世子的欧洲女郎 他们喜欢穿的那种 连衣的雷衣 四大摆裙 十分的相似 也是体现了当时汉代的 科技领先 贸易领先 服饰领先的这样一个体现 包括在后面的这一个展柜 你可以看这些画像砖 都特别像西方国家的 一些建筑国家的 特别像这个罗马柱 可以重点看中间的这一件 它就是一个 通心的柱子砖 而且它前面的是有图案的 对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很多的都是 很蒙形的 树形的 然后但是这一个是柱形的 而且上面有一些形象 是和我们 这个不是很一样 不是很一样 咱们看这个人物形象 手里是拿着小斧头 扛在街上 它的一个兵器 而且它的面部呢 这个形象是刀鼻子 鼻子挺立着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大的像凹进去一样 而且可以看它的胡须 包括它腿下的寒毛 都是可以清晰可见的 像是钢针一般的镜影 看得到 也是反映了当时的 胡人的形象 羞龙的形象 体现了 汉人体现自己 真功赫赫 十分厉害 将胡人呢 给自己看门守卫的 这样的一个用意 好的 包括我们前方 还有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像章的这一侧呢 这人物形象呢 长得不像咱们汉人的形象 穿着呢 却是汉服 对 体现了当时呢 波斯人在咱们汉朝 做官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谢谢 像这个铐片 像这个两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念员 所介绍的 在我们上方的 就是我们踏片的一个介绍 非常形象的 来反映了 当时 其实这个服饰是应该 就是汉服 波斯人的形象 波斯人在汉朝 当时的一些交流 你来看这个 这个转业是 你看 在简直卯的是 护人 一个护人 去到老虎上 刷老虎 这个护人 全个打相 这个刷打相 打相拿个建谷车 你看 这个车上个建谷 两个屋脊 一边叽打 一边跳舞 后面这个车 你看 也是护人干车 一个马拉车 车上查了刀枪剪机 随时都没听起来表演 这是当时的 护人的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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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们打反的表演 他们打反的表演 也整成了表演 这个也是护人 你看护人杂耍 空中爬山 山八头 杂耍 其实这种杂耍 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中西文化的交流 我们现在所看到 这几个汉华象庄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里面的内容比较丰富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也非常清楚 这个也是护人 护人的跳舞刀 混乱时的跳舞 我讲讲这个转 这个转看他片更清楚了 这是门庭章 庭章是古代的时候 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在呢 庭章是怎样的 看的是君贤之门 君贤之 君县乡 君县乡庭 应该是最小的一个 对 最小的一个 现在开始最小的公务员 最小的公务员 就是基层公务员 现在就是 刘邦的庭章出这 是听庭章 做到 所以庭章 最小的官 做到嘴大的官 做到荒帝 这个命庭章 这个转呀 非常有意思 这个转你看 这神命庭章是个难事 最上张得很护身 脖子划怎么洗 摇划怎么洗 退合脚 一个显规个玩 代表退合脚了 这个收拾盾派 摇垮包剑 摇垮小岛 小岛角 小岛有什么用途的 起码有三个用途 第一 可以用于方神 第二 可以当残局 吃肉当残局 小岛 第三 就是可以这个 用于偷盖 就是像现在的 钳匙材的作用 这个 所以说 过去是尖书嘛 木尖 中间 用过之后 或者用错了 把刀把刀把刀扒出来 刮一下 重新再接 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汉花家团描写的 就是当时的一个亭长 它的一个生活场景在里面 对 它的周围的一个环境 嗯 这个图案是电性的 非常电性 这个有一年呀 有一年是 我给一个 一个一个 去美国学习 后来一个老先生 给他讲 这个转 他说了 我这个 十年前我走了美国 美国为我是世界四大 为你们故国 哪一个故国最为的 他说我当然是 故中国打 肯定是中国 他最为的 固然 几千年前 西方国家 在石头上做话 画得非常逼真 可以有交跑卷 但 于是过于歇事 各条逼迹 中国的韩法 不光是非歇事 更多是 仇向 变形和夸张 用一些仅其胜 仅其胜呀 所以中国的韩话 既过了 有现代 我们一说到现代 都跑到西方国 去了 实力是被摸倒子 中国的韩话 是非常好的 这是现代 我们有 没有很好地 去宣传 去画卷 去利用它 对现在很多人都说 其实 画像砖 也能够展 也能够 可以说是 汉代的百科全书 能够非常全面的 来展现出 汉代的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程 或者当时 汉代的高超的 绘画机 其实中西方的一个交流 不仅是经济的交流 也是文化的交流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 国外的这些 它的国会的设计 其实和我们当时 汉代画像砖的 一个元素 都非常相似 比如说这个画像砖 前面第一个团 叫双头缝 双头缝 缝往上两个头 于是当时的中华人 当时大汉一个兔腾 一个兔腾 这都不再讲图腾 第二个是 聪明智慧 和吉祥 相略的象征 后时创造西方国家 有十几个国家 都把双头缝 双头营 走他们国家的国会 包括 国会 德国 阿尔巴尼亚 俄罗斯 阿尔巴尼亚 等国家 可见 中国大汉的文化 对世界永强 特别的大 对 这是近两三百年 我们的文化弱化了 好 小林 你讲明这个转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 很多的画像专 都是单幅的 这一个的话 其实它比较全面的 好像展现了一个 比较多幅的一个场景在里面 对 它其实讲明的是 湖汉和亲的这样一个场景 湖人和汉人 他们是历经了130年 我们可以看一下拍片 也是史诚湖汉战争 实际 时间久了以后 战争带给人们 无论是从丁记 还是人力上的耗损 都是比较大的 于是也是想出一个办法 怎么样才能够不打仗 于是双方也是在开始核心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画像中 它第一层的 左侧出现了一位 面部十分丑陋的 一个人物形象 也可以看他一遍 是特别像咱们 现在的一些 骷髅头 牙齿也是刺在外面 特别的凶狠的 这样一个形象 也是当时代表 凶奴的这样一个形象 将凶奴 胡人 汇化成这种形象 也是由于 当时的这个画工和画匠 其实也是没有见过凶奴的 但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认为 胡人无恶不作 性格比较不情报 因此是根据自己的想象 将胡人 又举成这种丑陋的样子 到了下面第二层 也是汉代的皇帝和大臣们 他们得知第一层的 这个匈奴 想要来求和亲以后 便在这里商议 到底应不应该答应和亲 派谁前去比较好呢 于是在第三层 也是出现了一位和亲的民选 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一位 其实是当时的一位 宫女的形象 因为当时在汉代 这个皇帝他也是不忍心 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远嫁到匈奴那么远的地方去 所以应该派的应该是一个宫女 或者 对对 赐他公主的名号 让他前去代替公主 去和亲去了 到了下面第四层 也是当时和亲时候的庆祝仪式 宰歌宰舞 心情比较愉悦 不用打仗 表示庆祝 到下面的这一层呢 右边是出现了一位 更加丑陋人物形象 他呢是羞辱的首领 蝉鱼 十分开心的蝉鱼 前面这两位呢 是汉朝的使臣 他们呢就向这个蝉鱼来禀报啊 各种各样和亲的事项了 当这个和亲仪式呢 即将结束以后呢 和亲的使臣是要返回到汉朝的 可以看到最后一层 他们是骑在马上的 上方呢 还有一只大雁 也是为一副送行的场景 整件画像砖呢 也是完整的讲述了一个 无汉和亲的这样一个故事 整件画像砖的内容 也是被誉为 咱们中国最早的联合人画 对 它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 非常丰富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造型 也是非常独特的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很像这种 人面树身的 也像 对对 像埃及的那些造型 对对 行 各位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啊肯定不是汉人的形象 是 肯定是 西域那个各国人 其他国家人的形象 他们收持一个仪仗 对 就是在当时 在反映当时呀 这个大汉和其他国家交流 这样的一个画面 有一次我把这个图啊 这个任务 我把它弹下来 送给一个汉话专家 他一看 这不是汉代的 我们整个转的大汉 就一看 它是是汉代的 这都反映当时 汉代呀 你看这边的汉领 这边是 富人和其他国家里面 反映当时的 中西文化 中外文化的交流 所以说 华强转后头就是 就是一带一路的里整啊 一带里整 这个非常鲜明 还有这一个 这个转 你看 你看这柱子的形状 或者个上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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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 像 对 是非常典型的 想象啊 这个当时的罗马柱 所以这里面 众多 这个 为我呀 都发现了当时 中西中外文化的交流 所以现在我们宣传一带一路 正式宣传 我们当时大喊的时候 国父敏枪 日敏 风雨局势 我们那时候 我们这个 我们文化和其他 走向了世界 嗯 参成了师父之路 形成了师父之路 你看这个专业非常漂亮 这个专业是国家 珍宝级的文物 这是 下面是 车马出行图 对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形象的 车马出行图 我们其实 刚才一直在看他片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整个圆砖的造型 希望木 这是硅败啊 对 这个应该就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啊 那个停 对 这是那个那个啊 汉雀 汉雀 嗯 这边是苏链 你看 三个方找兔子 三个方出去找兔子的 非常形象啊 对 其实不管是汉剧还是人物造型 它其实都做的特别的精致 然后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出 然后在这个汉 在这个汉花巷砖的圆砖上面 它的造型还是非常的形象的 对 是的 还包括它的一个大小呀 或者是说一个轮廓呀 还是到现在依然非常清晰 嗯 好 其实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就是 管制典藏 一个非常呃 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 汉花巷砖历史 汉花巷砖独特魅力的一个观 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三个 呃 现在一一镜天看到的这三个 就是比较能反映当时的一个 呃 社会场景啊 还有大家祈求升官啊 发财之类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撒片 哇 这个观点 这个这个战区 我其实这是我们的 这个 正管制宝 正管制宝了 这里面要赞助正管制宝 第一组组说 就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嗯 咱们想看第一个 好 这个啊 这个影响科的转业啊 中国汉和学会的老徽章 我真想怎样存在 说它是汉花巷砖的独秀风 汉花巷砖的独秀风 只有这个地方有其他地方 啊 它是独秀风格影响了的 嗯 他人家这个转啊 这个应该说 啊 这个世界很不安 这个 这个转这个 生产的世界很 生产的时间啊 就是数量也非常少 嗯 它是西汉国籍下去 开始生产这样的空心大串 就是影响科的 到有望旺事件都没有了 一共一回 那这个石砖和空心看到一个区别吗 石砖对 石砖就是这样的 空心大串 刚才我讲了 它有四大好处 第一是结育用菜,第二是搬动轻便,第三便于少子,它的气体和水分成了窟窿了、抛出了,不足以少保的、少贬性。 世间,如果是现在,足以少保的、少贬性。 第一是,该因该炒爆软,所以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少了空腾大软。 所以我们国家以后,建设不好着,我们要科技少软,少空腾软、少蜂蜂软。 是的,刚才我们的很多网友都给我们评论说,跟随我们汉花像砖的这些画面和历史,非常能够感受到,其实几千年之前的汉朝的盛世的场景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不如汉花中感受千古琴,这是个全域。 不如汉花中感受千古琴。 这座软就是银显刻的花像砖,非常金贵。 中间是个扶桑树,说东都有一扶桑,一万年生一锅,是指千年不思。 其实扶桑树也是代表了古代人民对于长寿的一种期盼。 是的,两匹天麻,你看张什么的嘛,也就是龙麻,你叫龙麻呀。 两只凤凰也就是足球,都是创手什么钱的工具。 有一次,北大一个角手来看了这个图案,特别看了这个天麻,都做了这首诗,叫世上本无龙。 世上本无龙。 天麻自行空。 天麻自行空。 龙麻精神在,大爷自然成。 大爷自然车,是一首非常好的诗。 所以这个软叫昌首,昌首之软。 好,这个软。 其实这个软我们看到其实有点破色。 是的,很相似的。 这个软叫马岛唱功。 你看,这三匹马显倒了。 这匹马历史,你看,其实好想唱出奔跑而来,大为虎。 你看,这类奖声马去赏桥,马去赏桥。 现在非常非常美丽。 这叫马岛唱功,补补高绳。 这两口高高的树,树上爬上的猴子。 一个猴子短左,一个猴子倒立。 猴子知道是去现一王侯将相的,封侯的,封侯。 那是管子的意思。 他们盼在高高的树上,就叫补补高绳。 或者可以叫马岛唱功,补补高绳。 或者将马上风后,离马风后。 这个你要离马风后。 所以说这个软叫神软的意思。 对,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也能够非常能够感受到小猴子。 然后这个树,马的造型,还特别的形象的。 非常生动。 好。 这第三个软带,还叫马岛唱功,天严茅盛。 你看这两棵。 这两个树跟刚才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什么树的? 你看。 这树枝变成一个葫芦。 葫芦的造型。 葫芦的造型。 有葫芦有铅笔。 这个是铅笔。 葫芦都知道去的现一葫芦。 葫芦的意思。 还有铅笔。 这是滇芯的,汉带的摇钳树。 汉带的摇钳树。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刚才经过张老师的解读。 我们可以看这两棵树是汉带的摇钳树。 有葫芦的造型。 然后还有结晶升纲的造型。 对。 所以说这个转角,马岛成功,菜圆茅省。 发生的意思。 而且每棵树,每棵树旁边还有一个仙鹤树。 为啥画的仙鹤呢? 仙鹤的看到的树,树的树。 因为核手前年。 核手前年呀。 就是长久都有钱。 长久都有钱。 不是说高其他,今天有钱,明天没有了。 就是长久都有钱。 核手前年的意思。 对。 其实刚才我们从我们的一进博物馆, 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其实这些汉花像砖的造型, 在逐步的变得越来越精致。 而且里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其实这个也能够代表当时, 汉花像砖的一个比较鼎盛的一个时期的时候, 一个寓意在里面。 是的, 这三个砖啊, 喝起来叫, 昌首, 升官, 和华台。 穷得非常素, 但是也是日明, 苦苦追求的, 三点好水和美水。 对对对。 谁不喜欢昌首, 谁不喜欢, 绳子啊, 升官啊, 谁不喜欢用钱, 富裕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三个砖非常好。 当我们的三个砖, 踏成踏片, 串到咱们, 北京啊, 这个朋友之后, 他们说, 这不是你这个汉花像砖, 博物馆的好水, 是整个收藏界三点, 得好水和美水, 谁要想要这个踏片, 汉仔的唱首生花花菜, 可以到你的博物馆去卖, 或者去求道。 对。 所以一个专家都说, 一个专家说, 呃, 他们说这专家这么讲的, 好想, 我的他的影响, 是明清之后, 才有拖案表现, 唱首成花花菜, 嗯, 不知道, 从汉代已经开始了。 从汉代已经开始了, 有这样的特想, 啊, 有这样的特想, 所以说, 汉花像砖的发现, 有些可以证实不经, 该接力实。 对, 其实刚才, 呃, 张老师的讲解啊, 也让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汉花像砖, 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刚才还有人问, 在哪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中国青岛汉花像砖博物馆, 它的位置呢, 就在中国青岛湿北区的通安路, 大家如果来旅行的话, 不妨来一探, 嗯, 汉花像砖的独特魅力, 那刚才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汉花像砖, 都是横形的, 竖形的, 那这一个应该比较独特, 是一个草形的, 嗯, 这一件块像我们主要呢, 我们可以看它是草形的, 它呢, 是用于古的时候, 祭祀的时候, 里面成方祭祀的物品的, 而且我们看到呢, 现在我们, 看到这一面, 是一个, 汉雀的造型, 熟悉了汉雀, 在它的前方呢, 同样还是有图案的, 分别的是青龙, 白虎, 刚才我们看到的古代的四龄呢, 是青龙, 白虎, 猪雀玄武, 它们出现上方呢, 也是浴室的方位, 龙呢, 代表着东方, 保虎, 浴室, 西方, 而且比较有趣的,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 是有一位仙人, 手里呢, 拿着呢, 是龄枝草, 而且它的胳膊下面呢, 是长着翅膀的, 仙人是可以飞的, 而且在它的, 这一刻呢, 是同为色灵之一的, 白鸟之王, 就是朱雀凤凰, 代表着南方的这样一个神兽, 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很多的画像砖啊, 都存放于可能宫殿, 然后私人宅院里面, 那这一个草型的, 这一个汉花像砖, 它是存放于哪些地方, 使用场景呢? 它是祭祀的时候, 就古代的时候, 宫廷祭祀的一些场景, 明白, 是这样一个用途, 是造型比较独特, 工艺, 实际精良, 这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能够认得出来啊, 是一个鱼的造型, 它呢, 是一件石庆, 石庆, 鸡打的乐器, 这古人将这个乐器, 制作成鱼的形状, 是有着三种美好的乐意, 包含在里面, 第一种呢, 咱们都知道鱼呢, 是子多, 也是古人呢, 认为鱼呢, 是多子多孙, 所以呢, 就希望呢, 能够同鱼一样, 能够子孙昌盛, 再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龙和鱼呢, 是一种父子关系, 也是体现了古人呢, 想要, 让这条鱼, 赶紧越过龙门, 变成龙门的, 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 期盼, 龙门可泣的一个祝愿, 再一个呢, 鸡打这一件鱼形石庆啊, 也是取一个谐音, 鸡性有鱼, 就是, 鸡性有鱼, 有石庆的美好的鱼, 而且咱们现在看到这一件鱼形石庆啊, 它是真的可能发出声音的, 当时也是有专家来鸡打这一件鱼形石庆呢, 给它定调, 发现呢, 它发出的声音是咱们音乐当中的S调, 就是发这个调, 那听说其实这个鱼, 还是一条鲤鱼的造型, 一条鲤鱼, 赶紧越过龙门, 变成龙的一个, 龙门可泣, 一个住院在里面, 对, 那现在我们其实来到了一个, 应该是复制的, 我们来, 我们来感受一下, 而焦鸡它呢, 也是有鲤鱼, 即确有鱼的造型, 对, 所以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博物馆之后, 在参观完这些韩华像石之后, 韩华像砖之后, 也都会来这个地方, 寻求一下, 表达一下自己心里面那种期盼, 极庆, 对, 那像其实古代的时候, 这应该是一套的编, 对, 一套的, 然后, 在需要演奏的时候, 宴会的时候, 有一种表演的层面在里面, 对, 它当时可能也是古的套, 但现在呢, 仅存这么一件F表, 这条鱼呢, 也是被誉为中华秘语, 我们全国就是存这么一件, 对, 刚才有很多的网友说, 这个地方, 带着孩子去感受汉代的文化, 是其实现在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就碰到了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参访团, 都是小学呀, 初中的孩子过来感受, 特别的感兴趣他们, 对, 像这一件呢, 就刚刚咱们看到的那件也是一样的, 双农穿币, 同样也是体现了, 比较美好的一个玉一样, 两条龙的穿币,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踏片, 是叫双农穿币, 这个中间是玉币, 玉币的造型, 圆形玉币, 圆满和谐之意, 这上面领容非常浮沫, 你看有玉, 有鱼的造型, 有鱼人, 这叫飞天鱼人, 张翅膀的人, 鱼人, 鱼活, 张翅膀的老虎, 还有鬼, 还有颤处, 还有任务, 圆形玉币, 对, 其实这一个, 在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上面的人文造型, 应该是最丰富的了, 应该是上面的讲述的, 比较丰富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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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博物馆里面的, 汉画像砖, 那其实, 对, 刚才看到的, 汉画像砖, 那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 我们中国京都汉画像砖, 博物馆里面的, 汉画像石, 嗯, 因为汉画像砖是, 是把那个模具扣在泥上, 然后做出来的一个, 建筑用砖, 那我们现在所要看到的, 应该就是, 在原来的一些食材上面, 对, 画像砖和画像石, 他们两个的区别, 画像砖是, 我们烧着出来, 用模具印的, 画像砖是烧着出来的, 是烧着出来的, 画像石是在原有的食材上面, 进行雕刻, 我们像这一幅呢, 也是国内建筑比较完整的, 而且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一幅, 乐舞百系图, 它描写的是什么场景呢? 旁边呢, 这六个人是在这里, 吹, 排销, 弹鼓, 各种各样的乐器, 后面这八个人呢, 有的是在这里, 杂耍, 掏九个球, 同时将九个球套在空中, 还有呢, 击鼓, 一边击打鼓一边跳舞, 倒立, 杂耍, 和下六国旗, 都是十分生动形象的。 对,那刚才有网友说, 刚才看到我们讲解园在敲那个鱼的时候, 他也想来啊,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其实相当于, 汉花像石, 它的制作工艺要比汉花像砖要难一点, 因为它是在石材上的进行雕刻, 是吗? 张大师。 汉花像砖, 画像是四名艺术, 一个是在砖上造画, 一个是在石头上造画, 比如说, 画像砖是界定层面的五大要素, 吉姆, 水火都, 无影俱卷, 人民剧画像砖有亲切感, 而且画像砖的表现力非常强, 为什么呢? 它是大处凶混, 局部非常机制, 装置成根枪, 好多踏片, 好多朋友喜欢收藏, 画像, 画像是的是, 这个, 熊灰毛泡, 精神一切非常足, 这石头搞画, 也非常不容易。 你像这个转, 像这个石头,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是那个, 你跟大老师, 我就哭起来, 孔子和四个弟子, 你们的信号不好, 嗯, 孔子是三天弟子, 七十个的建议, 他四个, 他最喜欢的一个石头,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孔子和他的十二个弟子的人物造型, 然后我们看完之后, 往前走一点, 这边的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嗯, 好, 那看这一个, 双龙穿无比, 对, 刚才我们看到呢, 应该是双龙穿比, 中间只有一个玉壁在, 嗯, 你看有荒家之气, 非常漂亮, 看到非常壮观, 非常漂亮, 对, 不是什么意思的, 不是, 刚才讲了, 界定生命的五大要素, 吉姆, 水火, 土, 无垠直线,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的意思, 而且, 看一个五大行为, 东南西北中, 也都是缺的, 缺好的意思, 这个插片, 也非常金贵, 啊, 有个是非常美好的数字, 对, 一个是龙的, 一个是玉壁的, 一个是玉壁的造型, 然后还有一个五的, 一个玉壁在里面, 哦, 这些画像石上方呢, 是绘制了一只羊手, 嗯, 古人特别喜欢羊正, 我都觉得它是从吉祥的祥, 吉祥之意, 因此将它绘制在上方呢, 也是有着吉祥之意, 而且现在我们拍大片, 喜欢一切, 像我们拍三个, 也是有着三羊开胎, 这样的美好, 哦,三羊开胎, 对, 包括在前面呢, 这一片画像石上方的图案余, 也可以说十分美好了, 是由于匹鹿, 而且咱们仔细看, 这匹鹿, 还伏在, 伏在了地上, 伏在地上呢, 伏鹿呢, 也是与伏鹿兽, 这个伏鹿传谐音, 而且鹿呢, 也是一种动物, 一种兽, 可以说, 伏鹿兽在这上面呢, 全都站齐了, 而且古人呢, 也是很喜欢鹿这种动物的, 觉得它是一种仙情, 因为他认为啊, 将这个鹿角割掉以后, 鹿还能再生长出来, 所以它生命里, 是十分旺盛的, 让一个美好的象庄, 我们的, 我们的网友朋友, 在来探寻我们, 汉花象庄博物馆的时候, 不妨来寻找一下,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俘虏的造型, 特别育于, 特别的好, 然后刚才我们在, 我们的探寻过程中, 了解到了汉花象庄, 汉花象庄, 汉花象石, 那这个汉花象石的造型,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 而且上面出现了很多人物形象, 它呢是孔子, 正在拜见老子驼, 孔子, 我们看到呢, 这一个手中, 持有着鸠杖, 侧身而立的, 它呢就是老子的鸠杖, 老子呢手里, 拿着形刺与拐杖的鸠杖, 前方向他弯腰尸里的, 便是孔子的鸠杖, 而且呢, 在前方的画像当中呢, 还出现了孔子最小的老师, 一个象驼, 七岁的孩童, 对, 我们看一下, 其实在后面的这么多弟子中, 有一个小朋友在那里面, 小的人物造型在, 他是孔子最小的老师, 其实和一个成语应该有关, 就不齿, 就不齿下问, 也是与孔子和象徒之间发生的故事又来了, 其实相当于我们的, 我们的汉代的工匠, 也把这些典故, 或者这些历史人物刻画在汉砖, 刻画在汉砖上面, 汉石上面, 也是对当时的人有一种, 叫化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对, 其实我们, 这一个, 这应该是配, 还带的兵器库, 兵器, 兵器库, 这是连力量的, 嗯, 就像现在, 就像现在拿的那个哑铃, 哑铃一样, 对, 这个, 观众朋友, 这一个应该就是古代的哑铃, 对, 这是当天剪辑各种兵器, 这是个路级, 嗯, 造型非常的好, 对,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 哇, 好多书呀, 其实不是的, 这些全部都是汉化像砖的文字砖, 也是第一次呢, 在博物馆当中, 用书架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可以看一下, 那么展出呢, 是我们管的文字砖, 尊为了吉语砖, 纪年砖, 形成砖和其他方砖, 咱们也可以靠近来看一些, 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吉语砖, 对, 我听说好像有一块砖, 上面有几个字特别的好啊, 对, 我们昨天来探寻的时候, 发现, 呃, 寓意非常的好, 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都有这种表达, 这种感情的层面在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它上面有六个字, 分明的是, 长相思, 长相思, 物相忘, 哪怕看到咱们现在的寓意也是十分美好, 那这个应该在古代的时候就表现, 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思念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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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应该是字砖, 对吧, 对, 然后文字砖, 长相思, 物相忘, 就是刚才, 呃, 在我们那块汉砖上面的踏片, 对, 对, 那这一个是在山东, 林夷征集的, 那其实像,呃, 那个张老师像这种字砖在古代, 呃, 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记载, 是的, 应该是, 有纪念砖, 有纪御砖, 纪御砖, 嗯, 纪御砖, 第一关手板金, 非常有意思,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砖的字, 特别的精致, 嗯, 他在看这个, 这个带你来拍, 这个是非常边境的, 这个, 这一个, 你看这个, 哎, 他的颜色好像也不, 也不是很, 颜首富贵一字神, 啊, 说颜首是唱首, 唱首不像汉地, 汉地过的生活过的很好, 过的很富贵, 对, 自身好歹, 还有好处, 这最美好的语言, 颜首富贵一字神, 你看, 这是对人生最美好的, 这个, 这个, 希望和, 希望, 行,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一块新话可能不是, 啊, 新的砖好像不用, 不用讲这一块, 这一块稍微规避掉, 我们就往前走, 行, 那刚才我们跟着我们的张老师了解到了, 汉花像砖, 汉花像石, 然后以及自砖, 那刚才我们, 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非常生动的看到这些, 啊, 汉花像砖的踏片, 嗯, 刚刚我们提到踏片, 是国家的下针级一等节文, 十分珍贵的, 而且呢, 是咱们中国独有, 国外小梅有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更加呢, 是一个, 及时的二度创作, 我们可以将砖上面的文字, 包括图案更清晰的, 那这一幅应该就刚才张老师所讲述的, 在, 应该是在, 结婚的时候, 嗯, 前来就作为结婚的礼品啊, 嗯, 不少人把结婚都送他, 当结婚的经典品, 非常的形象, 嗯, 非常形象, 那上面的先生刚才呢, 告诉我那时候, 四个, 你看, 这个图案非常美丽, 嗯, 这个图案是, 叫春油图, 啊, 我给他叫作为, 春天到了, 一顿小夫妻干个药车, 就清扁的马车, 春油, 行就在公桥之上, 小桥六水, 路边还有唱情署, 你看, 一行妞通想飞行, 嗯, 你看, 干车这牛头回来, 和城市的交叹, 你看那牛头回来交叹的季节, 妈也让自己的拉着车, 非常高兴地拉着车, 这个画面非常好, 嗯, 非常漂亮, 有一次一个日本客人, 来看了以后, 啊, 看了很长时间, 说韩话, 太迷了, 啊, 不想闲点后段的回话, 看了花花绿绿的, 就挂在家里面, 它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生意, 寓意在里面, 对, 时间差不多看破了, 看了, 看了心情不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副其实, 嗯, 那个里面的人文造型还是非常独特的, 这个很好, 这是, 四马安车, 四马安车, 啊, 这个突然变现, 这就是, 所以说, 四马车, 一般是君王, 祝福一级, 一级的马车, 郭吉平登记们, 君子是刘家们, 嗯, 这个, 这个, 这本发言是, 四片妈拿个车, 想前走, 碰到前面的高头大妈, 她们下来, 想回岛, 便搭不走, 实际的发言画家, 高头的会画记忆, 把四片妈画的形态格一都不一样, 你看, 倒着倒着画, 对,对,对, 所以说, 非常有意义, 这个妈,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汉化香砖的踏片, 那其实刚才我们所经过的就是, 自砖, 那这个就是, 我们自砖的一个踏片在, 自砖, 嗯,文字砖, 那上面的文字大约是什么呢? 刚才咱们看到了, 严寿富贵, 以子孙, 严寿富贵, 以子孙, 下面就是, 君义官, 君义官, 好, 行, 那其实我们,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那我们今天跟着张老师去了解了, 汉化像砖, 汉化像是, 以及自砖的一些, 一些故事, 那今天我们要, 请我们的张老师一起去, 我们来, 体验一下, 到底看那个汉化像砖的, 它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那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汉化像砖, 它的制作应该是, 它的流程啊, 缓解啊, 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腾讯的网友, 大家好, 这里是探寻匠星旅行直播间, 啊, 我们可能要把那个造型搬到, 搬到这儿吧, 搬到这儿吧, 行, 那我们就来到了, 我们的体验馆, 啊, 都去这边啊, 好, 其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汉化像砖, 还有一些, 啊, 踏篇制作, 我们来具体来感受一下, 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这里是探寻匠星旅行直播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中国青岛汉化像砖博物馆, 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因为有了汉代, 所以才会有汉族, 汉语, 汉服饰以及汉文化, 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 汉, 汉化像砖, 那刚才我们已经跟着我们的张老师了解了, 汉化像砖独特的魅力, 那现在我们, 啊, 我们张老师坐在对面吧,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汉化像砖,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是怎么形成的, 它们的一些环节, 嗯,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陶泥已经放到这个砖胚之上, 现在呢, 这个陶泥呢是比较平滑的, 当我们刚放进去呢, 首先是要用我们的手掌大力的摁压, 填满了整个砖胚矿, 然后呢, 会用到呢, 这两个工具, 一个呢叫做擀泥杖, 另一个叫做刮板, 是把上面的多余的陶泥呢, 从下往上依次的擀出去, 然后呢, 再用这个刮板来清理呢, 上面的这个更平滑, 让多余的陶泥呢出来, 当然现在, 但这个陶泥的选择是不是也比较, 比较有讲究, 对比较讲究, 不是一般的陶泥啊, 要精选陶泥, 像古人制砖一样, 是要选择呢, 粘合性比较大一些的这个陶土, 然后呢, 就会用到这些的小砖具, 这个模具呢, 全部都是取自于汉花像砖之上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 我们可以在这摆一下, 我们刚才所一直跟着我们张老师在了解汉花像, 汉花像砖的时候, 一起了解了很多的人物造型, 以及故事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能够表现当时官职大小的一个汉雀,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极庆有余的那个鱼的造型, 大鱼, 那这个应该就是虎的造型, 白虎的造型, 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 我们的logo也就是一个长袖, 长袖武者的一个造型, 嗯, 行, 那当这些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摆好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呢? 然后呢, 我们选取一个模具, 你可以往这边做, 张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 嗯, 嗯, 好, 这个模具呢, 可以这样竖着摆放, 红着摆放都可以, 然后我们今天的选择呢, 来竖着, 对, 那以前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汉花像砖都是一整幅, 那今天我们这些是只是小的这些模具, 嗯,嗯, 好, 我们首先的建议, 第一个, 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管的这个, 管的logo, 嗯, 我们首先呢, 先将它放到这个陶泥之上, 首先轻轻的固定住, 然后呢, 就用到这个小木船, 在敲机, 要均匀的调, 先调一下中间, 再调一下刺中, 再调一下刺中, 我们大约呢, 调60下左右呢, 这个总案呢, 就会被压到这个陶泥上方了, 那它其实, 像刚才我们在看到有一个展示, 展示管的时候, 它应该属于第三个环节, 就是往上面, 就是有模具的时候往上面压制的一个环节, 把模样印, 好, 现在我们差不多呢, 就把上面这个模具呢, 取下来, 那我们可以拿进一件,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往上面印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模具, 然后这个呢, 就是已经印好的汉化墙砖,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然后这个, 模具印的是一整幅, 而现在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体验, 就是印满了, 整幅的都印上, 对, 那下面我们请我们的张老师, 来给我们选一个吧, 你选一个比较, 好, 汉圈子这个大玉吧, 可以,可以, 现在的大玉, 你带着去, 对, 那张老师, 其实我们听说, 就是我们的汉化墙砖, 您是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来收集, 来收藏,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我们自己去收藏之外, 听说还有一个农民, 他主动的把汉化墙砖来, 来捐赠给了我们博物馆是吗? 后来我收藏将近40年, 有很多画墙砖是这样的, 画墙砖是一转一故事, 一转一文化, 一转一变故, 但是每个画墙砖也有我收藏的故事, 比如说, 我一个经历都是, 有一个农民收藏家的庆会, 有一个农民啊, 叫郭郭光, 是汇巷之城, 他家里非常偏僻, 在河南信仰勒斯利普浩蕾村, 一个偏僻的山村, 但他收藏了20多家, 在河南信仰勒斯利普浩蕾村, 喊他他骗, 高烟酒送朋友, 有一个精神病, 家那么穷, 你还收藏研究什么画墙砖呢? 当他知道, 我收藏画墙砖, 在青岛准备建个博物馆之后, 他就抛着我捞部队, 通过部队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张旅长, 我早就在电视上看得过你, 我知道你, 准备在青岛见个韩话墙砖博物馆, 我收藏了不少转, 我想送给你, 希望你到信仰, 到我们家乡来看一看, 我说好, 我父亲当时在郑州, 我说父亲, 我生日是我回到郑州, 然后去看看那话墙砖, 有一年我进去了, 我父亲在郑州, 我都到了这个, 为部队咬了个车, 又到了这个山村, 当时这个山村比较偏僻, 就是下有白油路, 还有收工的土路, 到一个村庄, 一个小院子, 这个里面有三间房子, 比较破坏, 家庭非常的贫穷, 但是屋里面进去一看, 无论什么家具, 真是家族市里, 但是曼蒂都背着这汉代的滑翔团, 他一讲我去, 非常高兴, 他说你赶紧给转, 拿走吧, 又把吉隆区来展示出来, 是混乱了解, 中华民众来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要钱, 我希望你把他展览的时候写个郭郭光, 曾有收藏过, 我都心满意足了, 那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民间收藏家, 虽然家庭比较贫困, 但是他对文物的保护, 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听说我们在博物馆开馆, 还有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 也邀请他过来参加了, 是的, 这个当时的我就说, 我说我不能, 你不给, 你要是不说, 不要钱我不能要, 他还躲在地下一个, 有贵的一个感觉, 这个, 我说好, 我说要, 这个, 是我悄悄在, 叫我弟弟, 装点钱, 放在珍珠地下, 这个转, 我收藏到了, 现在还有部分在保管的展览, 我2019年, 在青岛举办的, 中国收集, 汉花相传一世纪, 也邀请了他, 专门邀请他, 从河南到了青岛, 在会上介绍他, 收藏, 帮我收藏的这个事情, 我的收藏在几十年来, 我的收藏得到好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帮助, 我肯定收藏不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那其实在这个收藏过程中,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那四十年其实, 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 您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然后包括最困难的一个收藏, 是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收藏啊, 这四十年的收藏, 我讲了三句话, 第一, 我一开始的收藏, 是枪构, 是保护性的收藏, 保护性收藏, 放着被我破坏, 嗯, 以后到前面, 汉收藏, 放着被我六十, 六十到国外, 太简单了, 现在一年有, 数万间民屋, 六十到国外, 啊, 第三十国内, 第一件是意见不闷, 意见不耸人, 意见不交流, 通通放的地方, 沾南和弘阳, 这么多年来, 收藏啊, 收藏画像软, 刚才您讲了, 我刚才有污难, 嗯, 第一是真拼难求, 第二是资金雅林, 啊, 过去不值钱垃圾, 现在越来越贵, 第三是通道难语, 随后你是知己, 是通道, 甚深刻你, 或者这个, 这很少了, 第一是知识不足, 每个法相来了之后, 我们都要, 去, 解读他, 啊, 要相较, 辩议明白, 收藏自己明白, 才能够辩议将明白, 要相辩议之类, 收藏自己之类, 才能够辩议之类, 所以说, 很不容易, 关键是第五, 难以运输, 难以浸访, 运输难, 其实这个砖, 它, 我们刚才看到在, 它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然后, 其实在这个整个运输, 收藏其实, 这个过程还比较容易, 但是可能运输, 我们保护起来, 这个过程还非常难呢, 是的, 运输, 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背访, 军访都非常难的, 它大呀, 它不是一个语语, 或者说话, 它好军访, 这不好军访。 对,那刚才我们了解到, 其实这些汉花像砖, 有来自河南的, 有来自四川的, 那这些, 除了这些地方, 还有去其他地方, 去收藏过这些汉花像砖, 汉花像石吗? 这个花像砖, 当然了, 我抛过四川, 抛过山西, 抛过湖北灯, 抛了不少地方, 但更多的是, 有些转不由我去跑, 收藏的朋友, 有些, 他都磨命而来, 专门从其他地方, 特别现在挑战好了, 给我发过来, 主动送过来, 主动送过来, 发过来, 特别是这几年, 这几年来, 我很少出去, 再去抛去收藏转了。 那其实在这些多年的收藏中, 您觉得, 收藏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的文物保护, 其实越来越难, 大家其实, 文物保护意识, 虽然也在不断的增强, 但是很多的文物也在遭到破坏, 然后很多的文物也流失海外, 然后您觉得, 在我们收藏汉花相当的过程中,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才我讲了污难, 其中最难的都是资金压力。 资金压力, 那我听说, 其实您之前, 是在自己家的小院里面, 然后有一个小的房间, 然后来做展览, 然后最后说, 才有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建起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博物馆。 我是四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我收藏了, 放在部队, 一个仓库里面。 仓库里面。 当时没有办法沾湿。 第二个阶段, 是我这个放在, 这个我部队, 一个, 一个旧的篱堂, 放在里面, 进行沾湿。 第三个阶段, 是放在部队, 一个409医院, 用他们的接用, 和作用他们的放置。 然后呢, 才开始在07年, 正式建立那个博物馆, 得外战士。 第四个阶段, 16年, 我听到是, 实际区政府合作, 叫民版公固, 实际区支持我, 支持啊。 是这样的模式, 叫政府大台, 倡价管理, 时常化原因, 社会力量尽力。 这样一个, 全新的民营博物馆的, 这样一个模式。 对, 那刚才有网友问, 如果要带着孩子来, 就来感受, 汉庄文化的话, 您建议他去哪些地方, 有哪些地方, 推荐他去的呢? 就推荐他, 特意去浏览, 和特意去那个, 观赏的一个地方。 好, 小孩的, 小朋友的。 我们讲了个口号, 道庆道来, 观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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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楼山, 商汉庄, 嗯, 商汉庄。 嗯, 这个, 所以说, 这个, 刚才讲了, 没有这个, 没有这次政府呀, 对支持合作, 就没有今天, 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现在的博物馆是, 八千三百平方, 应该说是, 目前中国最大的, 汉华庄团博物馆。 对, 我听说, 其实我们的汉华庄团博物馆, 也时不时的, 会去上海呀, 去到, 回到我们河南, 去做一些文化交流, 让他们来, 再次的感受, 汉庄的独特魅力。 那其实您觉得, 我们这个汉庄的展览走出去, 对我们的汉庄传播, 有什么样的作用? 嗯, 好, 汉华庄团博物馆, 刚才讲了, 现在我们的目的,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整体民族精神。 我们不光是, 在青岛这个博物馆来, 进行戴外战处, 这个汉庄团博物馆, 我讲的是, 常在青岛复射中国走向世界, 出去半战来, 搞宣传, 来弘扬优秀中国的传统文化, 好。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碰到了好多孩子, 他们好像小学生, 一起过来, 有的特别的拿手机在拍照, 我觉得他们会对整个汉庄, 会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看见还有孩子, 因为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见地上有人投影, 很多孩子拿着纸在临摹, 像其实, 您觉得孩子对于传统文化, 就是通过我们博物馆开馆这么长时间, 您觉得孩子对我们这个汉庄的喜爱程度高吗? 好, 它是这样的, 这个在于尽头, 在于宣传。 比如说我们这个汉化相传, 现在要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汉化相传里面的故事, 通过参观画相传, 将好画相传每一个专的故事, 另外进行汉化讲座。 汉进行踏片, 就他们参与踏片的制作, 和画相传的制作, 来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 和创传每一个人来。 其实现在很多的传统文化, 我们都在提传统文化的保护, 其实我们让更多的孩子来, 感受到汉代的独特, 汉代汉砖的画相传的独特魅力。 是的, 现在很多人, 特别是来看了画相传以后, 都会这样讲, 震撼, 探尾管制, 目等口袋, 看画相传太好了, 太美了, 故事太吸引人了, 现在不光是, 现在会产生, 朱不会产生, 家长, 家长带着孩子过来, 叫大叔拿小叔, 小孩看了后, 带着家长来, 叫小叔拿大叔。 然后我们刚才看, 是吗? 没事,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这个汉花样装已经做完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具体的造型。 没事, 我们录的没事。 来,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好, 我们一个一个打开啊。 首先,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咱们看到了, 比行的时庆。 天马, 包括老虎, 汉雀, 和花伞少女, 可以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 画像专。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长袖舞, 这个就是鱼的造型, 这个是马的造型, 天马, 老虎的造型, 还有汉雀, 和花伞少女。 然后呢,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烧制完成之后的一个作品。 对, 我们这个是烧制, 然后上过又装裱起来, 会更加好看, 更加坚硬。 那其实这个, 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观众啊, 粉丝过来体验完之后, 他自己亲手制作的。 对。 其实这个, 不但啊, 他能够对文化传承有作用, 其实拿回家之后, 也特别具有观赏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对, 他们这个, 你看, 第一是看到花强砖, 第一是听到花强砖的故事, 第三, 第一是制作花强砖。 感受它的。 感受, 然后添语和感受, 转火火的给带回家, 制作的东西带回, 制作的砖带回家, 做永久的经验, 非常尊贵, 非常有意思。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清宽老师,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讲解员,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青岛汉花像砖博物馆, 跟着我们的张老师啊, 来感受了汉花像砖, 汉花像石和自砖, 以及我们制作的, 制作的这个感受和, 来再次感受到了汉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这里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清宽老师, 非常感谢讲解员, 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清脑的时候, 不但要去清脑的海边玩, 也来感受一下汉代画像砖的独特魅力。 好的, 各位腾讯的网友们, 那下次我们的直播再见, 谢谢大家。